一期咱们讲一下这个凉粉皮子的制作 要想洁白如玉Q弹 丝丝顺滑 比例和操作细节一个都不能少 如果你要用刮刀去售卖的话 一定要用底部是圆的容器去盛装 250克的豌豆淀粉 这个你一定要去当地的调料行 或者在网上选一款性价比最高 质量上升的 好不好 全看原料 这个一斤的豌豆淀粉 最后成品能出到三斤半左右 先用250克的清水 把这个豌豆淀粉给它泡透 豌豆淀粉非常的粘 咱们一定要给它泡透 搅拌至无颗粒状 锅中放入1750克的清水 加5克的精盐 将豌豆淀粉 搅匀 倒入 这个泡好以后就成非牛顿牛体了 咱一定要顺茬 别太使劲 慢慢的 把它倒入锅中 最小火慢慢的搅拌 最后成品 颜色是不是统一 就看咱们搅拌这个过程了 所以一定要勤搅拌 整个过程大概持续三到五分钟左右 熬制凉粉皮子 最好选择一款不专锅 一清洗 损耗小 熬制的过程中 发现哪块还有残余的疙瘩 或者是颜色 与其他部分不太相同 咱一定要及时处理 请捆出来一部分 看看效果 像这种已经完全焦化 大泡 均匀的 从中间鼓起的时候 咱们就可以捞出晾凉了 将熬好的面糊 倒入无水无油的面盆当中 不要放冰箱 阴亮处自然晾凉 两个小时左右 即可拿到成品 修整一下表面 让它尽量的平整